6月3日晚,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在海口开幕 在揭幕战中,山东泰山队1比0战胜浙江队取得开门红 本场比赛,到场观众有一万余人,不少球迷从岛外赶来观赛 有球迷表示,能重回现场观赛,支持喜欢的球队心情激动 中超联赛首次在海口举办,也让海南岛内的球迷兴奋 能在家门口观看中超比赛,海南球迷觉得很幸福 中超第一次在海口举办,也是中国足球这么重要的比赛 第一次在海口举办,对我们海南球迷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然后我们作为球迷会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激动 所以我们组织了不少当地的球迷到场来为开幕式的两支球队加油助威 也是为中国足球加油助威 本场比赛,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 进场观众需提供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健康码、行程码以及现场进行体温测量等 球迷们表示,虽然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格 但不会影响观赛心情 能重回现场和朋友们一起为球队哭和笑 自己已经很满足了 就是很开心啊,因为有一年多没有在现场看球了 就是很怀念大家好朋友一起在现场为球队哭为球队笑的这个氛围 而且今年不只是第一次的看球 还是绿城就是五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中超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一定要克服完全阻碍到现场 本赛季,中超联赛共有18支球队参加 分别在大连、梅州和海口三个赛区进行比赛 其中六支球队将在海口赛区上演十轮对决